不少中風病人康復之後都會行動不便 有公立醫院研發一套虛擬實境軟件 改善病人的活動能力 33歲通識科老師亞成 一年半前因為高血壓引致中風 左邊身癱瘓 他接受了一年的復康訓練後 情況很轉 現在用虛擬實境軟件隔過馬路 對…幫助 人多的時候會想一想 例如試過在雅加路街那條大巴巴線 不是在你後面的人上來的人 而是在對面擁有的人 你會有點害怕 自信心會大了 一些動作都可以糾正 你會找到 副答 對了 OK 九龍醫院投資了二十幾萬 研發這套軟件 無以不同場景 並有感應器 病人學習的時候 一旦插錯腳 滑企不穩 軟件會有提示 跟病人去做一個用扶手電梯訓練 我們都是很靠趙師的經驗 還有去靠趙師的判斷 我們很難去量化病人的進步 我們只可以看到他是做到 不做到 我們配合了一些不同的硬件 從而可以訓練到一些 我們以往做不到的事 就好像搭扶手電梯 過馬路 快到了 記得留意地面 他說中風的患者 每個星期要接受三個小時的訓練 持續一個月才可以出街練習 要利用這個虛擬軟件做訓練 都有一定的條件 職業治療師說 中風的病人要至少站到 或者在協助下行路 才可以利用這個軟件進行訓練 無線電視記者隨時應報導